在少数大小有过17次 有没有我姓刘县的盗墓贼 就有那么好几个 唐朝的时候唐末 我们知道皇朝起义 这个皇朝呢 势力很大 先后动员了40万大军 跑到这个乾陵这儿来挖了 想挖乾陵里的基因财宝 前年后后挖了一两年 没动 根本连墓道都没找到 你说这够厉害的吗 连墓道就准确的从哪进去 皇朝都没找着 再往后更传奇的是呢 五代十五的时候 有个耀州节度使叫温韬 你看他是个行政长官 大盗墓贼 而且很有手段 唐代十八个皇帝 他盗了十七座陵 唯独武则天这乾陵 他没动了 为什么呢 他带着兵 那时候讲这个盗墓啊 叫鸡鸣不摸金 鸡鸣什么就天亮了 鸡打鸣了 天一亮 摸金就指盗墓 天一亮就都撤了 他晚上带人来盗墓 可是奇了怪了 在山下待着时候 好好的 到了山上开始盗墓 马上风云几会 变成雷云 外三军就打雷 下雨 你看这太吓人了 撤下来吧 然后改在白天盗墓 白天又很奇怪 在山顶是天气晴朗 到山上又开始盗墓的时候 又是风云几会 雷在招架 哎不行 先后有个这么三次 这温韬一看 乌泽天这很动不得 上瘾天相 必有凶兆 赶紧把这一撤回来 再没敢动 所以温韬这个大盗墓贼 唐朝十八所皇陵 他到了十七座 唯独就没动在山里 所以有人就传上了 吴泽天可了不得啊 要他怎么能当女皇的呢 那就杀兴啊 当然这方面的传说呢 有不少千强富贵的地方 但是也有人在这上面 把以前的一些野石找来当根据 什么根据呢 吴泽天刚出生的时候 吴泽天他爸爸呢 想要个男孩 结果生的是女孩 挺遗憾 他就把吴泽天小时候呢 当成小男孩打扮 哎 家里他来个客人 这个客人可了不起 史书说有说是袁天刚的 有说是李春风的 简算就说李春风吧 李春风来了 吴泽天他爸爸呢 就说你能不能给我孩子 看看相 算是命 就把吴泽天抱出来 吴泽天小孩 按照小男孩打扮 李春风一看着吴泽天 面如土色 手都哆哆了 他爸爸一看 这不是好事啊 赶紧把孩子抱去 这个李大使怎么回事 李春风说 哎呀呀呀 不得了啊 多亏你这孩子是个男孩啊 要是个女孩 将来必为主杀 就说得当皇帝 一定会颠倒乾坤 祸乱超纲 他这话说完了 轮到吴泽天 他爸爸面如土色 手都哆哆了 为啥 他知道啊 这孩子是个女孩 当然 我们说这个故事 无非是给将来 吴泽天登基作建的 这会儿 先弄下个兆头来 没什么可信的 可是这个必定 给乾陵增添了 很多传奇色彩 你世界范围看看 很多古代帝王 他不想让人动他陵墓 他都有些个办法 而刚才我们说 这种利用传说 制造悬疑氛围 就是一招 你看咱们大伙都知道 古埃及有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事 叫图坦卡蒙的咒语 图坦卡蒙是谁 图坦卡蒙是古埃及 第十八王朝的一个法老 这个法老呢 没活到岁数 巧了就活十八岁 很年轻的图坦卡蒙 很年轻一个法老 十八岁就死了 那么他死了之后 我们都知道 法老要上到金字塔里头 一般的法老的这个 做成木乃伊呢 是搁到金字塔里边 可是这个图坦卡蒙 搁的地方不一样 人家搁金字塔里头 他搁到金字塔地下 就我们说地坑 由于他搁到地宫里 这图坦卡蒙这木乃伊 后人不好找 所以一直到1922年 有个外国鬼子 叫卡纳峰 他出生 在把图坦卡蒙的 灵物这门全打开 打开以后 发现有个牌匾 牌匾写着两个字 叫谁打扰 这位法老的灵魂 死神之意 就将停在他身上 就说死神 长翅膀的 就平爬身上 当时谁也没在乎这事 可以就巧了 在那之后 凡是经过图坦卡蒙这个 墓地里头的人 非死即疯 还都是横死 所以有人说 这图坦卡蒙可得罪不得 进到里头 人就要完蛋了 当然现代科学 初步的把这个谜解开来 就说这里头 有一些真菌 就侵入到人体内 造成感染了 把人给弄死了 就说从这方面 包括用一些辐射方面的理论 能够解释这些为什么死 不是什么灵异事件 所以说现在来看 说乾陵 所谓武的天 怎么怎么如何的 这是封建迷信 不值得大家去信 但有人说 那为什么乾陵 这么些年都没动过 要不然别人都被盗墓 他就不被 他堪称千古一地 他的灵墓 独一无二 武德天大墓 究竟买藏了多少秘密和珍宝 车法大墓 为何让道墓 得慌扬起探过一千年 最要前名发掘的是非得失 解说道墓与反道墓的千年暗战 老良官世界 与您一同探究 谁来敲开武则天的大门 这个是跟乾陵评论的地理特点有关 以及坐乾陵的时候 这个惊弓协作 这个乾陵得有多大的 里边有三百八多件发 是按照西安古都的模式来的 也分成内城外城工程 那打得去了 它建在哪儿的呢 建在山当腰的 你想想 这山上都石头 你道墓是一悄悄挖筒 这石头你怎么弄呀 非常难弄 有人说那现代科技割炸药还不行 它毕竟在山腹里 你就是割炸药 你想把这地方都弄开 每一两个月弄不完 一两个月 国家开发还行 道墓贼来 要一两个月天天听光 炸山 那不把公安局人都招了 他还能干了这道墓呢 所以一般现代道墓的这些毛贼 轻易不敢动 这工程量太豪大 所以这是前陵到现在为止 为什么安然无恙的重要原因 但你看 这么结实 还有刚才无数的人 觊觎这里头的宝藏 为啥 前陵里头真有东西 考古学家估算 说这里头文物都有五百多 这怎么那么多 你想想那城外城三百八多间房子 你琢磨这里头 这个墓地得多大 得装多少好东西 所以数不尽的基因财宝 查不清的文物 堪称是地下博物馆 所以前陵老早就有人说 埋在地下的人类居九大十几 你看这得多厉害 再还有一个传闻说 咱们书法史上有部伟大的作品 王羲之当年写过一个蓝亭集讯 这个帖子写的特别漂亮 十八个字字 插上翅膀都能飞 说这个蓝亭集讯的原贴 是唐太宗李世民 用坑蒙拐骗的手法 弄得自个儿找不着 李世民就说 我死了之后得带坟里去 可是前面我们说这个温韬 挖这个唐昭灵 就说唐太宗李世民的坟的时候 没找到这个 那么有人就说 这个一定在唐高宗李世的坟里边 跟伍子千 不在这里边而已 蓝亭集讯名气太大了 永和九年岁在归手 会于会计山音之蓝亭 休戚事业 群贤壁至少长先吉 此地和由从山军领 茂林修筑 又有青榴鸡腿 应待左右 也以为流水群汤 你想这么多的宝藏 能不引起人进去吗 当然了 如此多的宝藏 如此浩大的工程 人家奇了怪了 人家帝王的灵啊 往往都平地上 他是怎么搁半山腰了 搁到这个咸阳市 梁山这山顶来呢 在山上才找过灵的 因为这个地方是风水宝地 咱们很多朋友都知道 真说他对紫苏后代有什么帮助 这就有点迷信了 风水书上讲 叫青龙蜿蜒 白虎驯服 玄武垂头 朱雀祥武 什么意思呢 青龙为东方 白虎为西方 两侧要有这个 小桥流水的 能拖着你走 左右都有水啊 你往这一坐 看着书他呢 越南北北 南为朱雀 北为玄武 朱雀祥武 玄武垂头 玄武这是个山坡 你就在坡这儿 后边为山 可以挡住 凛冽的北风 前面是南方 朝阳 你看着舒服 你家里房子这么开 你也觉得舒服 接地气嘛 所以所谓风水 它就是因为环境对于 环境科学 再好的风水 你说能保你如何 情况发达 那我们也说 这再好的风水 它有的时候 家部的盗墓贼 那历史上哪个皇帝 他都愿意选好风水的地方 可是这些皇上死后 他这坟没有说 因为哪个风水好 就把这坟照顾的 金汤不顾的 除非像五四天这个 挖到半山腰 你这事好多 慈禧太后 葬得风光不风光 在青东陵 那不也是民国 有个大军阀 孙天英 外号孙老天 用炸药愣给炸开了 最后从慈禧太后 嘴里扣叶明珠 把慈禧这尸体 都给弄坏了 你琢磨琢磨 就风水好啊 他大不住这些黑心的盗墓贼 当然 再有狠的是什么呢 不光把你这盆挖开 把你里头东西都拿走 曹操 最大的盗墓贼 就是曹操 曹操呢 他要引一路诸侯 参加十八路诸侯 陶董卓 招兵买马得有钱呢 这钱从哪来啊 他想着盗墓吧 把这个前汉后汉的盆 让他给翻个帐 金银财宝 够他军队十三年 所以曹操在军队里 专门设置摸金校尉 就专门干盗墓行的 要不这事吧 流传不开 后来袁绍跟曹操打仗 袁绍用戒安妻子 下面有文学家叫陈林 写了一个曹操操的习文 里头就有曹操啊 这个挖坟掘墓 致使其后人呐 痛苦流定 如此丧心天良 这咱才知道啊 曹操是盗墓贼 所以曹操到人家墓 他自己知道 哎呀我死之后 可不能让人到我墓 所以他提出叫薄葬密葬 什么意思 你里头搁那么些之前东西 当然要偷了 所以曹操说我墓里头薄葬 哎不用那么些好东西 再一个密葬 你不知道我葬在哪 设置七十二遗种 哎有七十二个甲坟 你找去吧 所以为啥现在河南安阳 那曹操墓这么多人